对方这一套组合是伤害爆炸的 爆炸组 而且我感觉左边这边四个就 四个人都能C好吧 就格温 破败之王 瑞兹 卢西安都能C 左边这个圣容这么一看 左边主要是三线右 对 三线挺难低 就是你面对洛家清亮眼的开团 你没办法的 你手数数点多吧 就后期如果每个点都肥的话 打到后期数数点多 你不一定都能处理得掉 马上进入到这场对决 而这场对决也是老干爹的第五场比赛 在小组赛阶段 如果这场比赛再次落败的话 最后一场 怎么说呢 其实现在 就变成弹球一胜了 其实现在对 现在出现希望已经很急了 剩下里的出现可能 一集直接扫描过来 想应人 但意外发现了个眼 大家评分一下 这要换野区的话 我感觉下路双人组确实还挺难的 我觉得应该不会换 就换 走 继续往上走 这盲死我是肯定不跟你换野区的 主要换的刷在清刚 你看得出 全军出击 是吧 是得清刚一肥的 就清刚一肥好 很好玩 但清刚一肥也不急 因为你现在 就是你对线期 很漫长 你只要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左右 能站起来 其实就行 海超这把 也是明白中路对线没压力 直接女神类出门 早点出山 没问题 打个榔头下流 应该对线期 只要对线太大 是很容易 甚至他可以找对面的 但是 是加里奥跟盲森是一定要搞一搞这个瑞兹的 小老虎这把清刚你的压力很重啊 但这把他的团战确实你只要 但是这这经典就是你一直上来赶台 那回头你就是一套 这换血肯定要亏的 对 主要是两个三环的天赋 强攻加电行 怎么的 你这个洛都扛不住 而且纳美他们还可以持续的回血 这二级 先两下 停一下 又直接开始挂翼 然后挂翼上来点 开始 这个下路就是打的不舒服 有进下落就是前面抗压嘛 然后抗压等队友的 刚刚一直把进去用加里奥 最近会玩的挺舒服的 嗯 这个路还可以帮他掀开 防守直接三级 打红 往上走 这一波是个机会 小老虎也是跟对方一样带点燃的 来了绕了个视野 这一波 这波来的挺早呀 加尾有预防吗 加尾有没有感受 没感受 来了 挂点燃 一闪 硬贯伤害就必杀 就也很准 这一把就是方普拉斯 就前中期一定要搞节奏 而且主要是你是帮金刚引起条路呀 嗯 得帮的 这把金刚引肥了好歹 其实剩了个双科技的代价 然后去换取了上路一波安稳 嗯 其实整个来说也能接受 因为其实上半区没事 嗯 这被看到了吧 应该 这绕一下 肯定是被看到 就硬绕 硬绕 这 就是 就是我知道你看到我了 但我就是硬打你一波血量吗 也没打呀 啊 交提匹这么来啊 好脏好脏 我有兄弟啊 瑞兹交提 交提过来 这边还要再约吗 白手杀这个啊 瑞兹没了 那能不能花肯定花不了 这加尾 然后三个人再约 这边两波不线过来 杀不了杀不了 杀不了 其实 还想杀 还想杀 换个人扛塔 没人能救啊 兄弟 加尿吸过来 死了 哎 抽空了 但是有听众到 能换一个吗 这波 芒仔 在下路这边对线 也是一换一 但一换一 转呀 这个兵线卡住了 好像 但线亏了 哦 没有没有 这兵线没卡 卡不住 好像是回推的 是的 这边放到下路 虽然一换一 但下路亏了 但是上半区好转呀 而且这一波芒生不Q空 其实自己都会换的 你知道吧 对 这只是无心 跑到了 跑到了 刚才挂出落 挂点 打一套回头 呃 闪现躲 觉得这个伤害 不一定他能死 闪现补价 最后平A 怕万一没跳死的话 自己要亏了 这波线很尴尬 我觉得说很尴尬 这波线是卢西安的 这波线还能控制 现在小老虎多一个红buff 但现在会出现一个方法最喜欢的那种区别 哦 刚才没看到 哎 哎 这是看到没看到 卡边角 卡边角 没看到没看到 那还行 还行 就最边角 我以为他是看到了 然后但是他无所谓 你知道吧 对 我然后硬让你以为我不在你知道吧 那个那个傻小视野 那个我因为我知道他从左边 那个最边 对 左边是看不到的 但是右边那个那个角落也看不到 学到了 现在线上情况已经舒服了呀 这波 哎 家聊有6了 家聊有6 以后这波在搞一波 但是隔游很紧觉 下半裙 想要去包六门线纳美嘛 但是这边家聊是有大招的 这边家聊是有大招的 可能没那么好包 这个哲约能开车啊 没有6级 感觉家聊往下靠了 有机会 家聊这位置 下人过来 家聊有大 这波应该不敢动手吧 这包肯定是不赚的 这是硬来啊 这么暴力的 发点燃 对方有自己残留 大招索一下伤害 我不得不说这太暴力了 挺强行的 这没道理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小龙可以拿一拿 那老干爹这波 赚亏好吧 挺赚的 小龙拿了 这波就是无伤拿龙呀 其实现在差不多了 我觉得2-0的青钢磊 必要再去绑他了 所以我看一看这个下路 现在家聊有救 青钢磊甚至这个TP 省了的TP可以直接踢下来 抓一波独现在那美 这个阵容极度就强 换一种方式换发育 对 我不是说一定要搞 因为吃一千掌一致 这个上路会这么搞 那肯定 有防范了 你看他后考那个真眼 他在那栏buff做那个真眼 就是房子里忙 重再来搞我一样 但对于老干爹来说 现在下路组合 要小心一点啊 刚说完要开动手 太远了吧 太远了 神医这波着急了 十万八千里 这波落得大还用了 是一波机会啊 感觉直接可以往上走 这波 其实坦白来说 因为小龙还没有 做成装神话嘛 所以大家的整体战力 差距是不大的 嗯 看方法拉斯有一个加里奥大招 这波可能是一个 都在靠 都在靠 要接 但是落没大 这波落上一波 把大招交过了 那么也在赶了 卢西安没来 卢西安这波也来不了了 赶不上了 来上来 踢回来 接着队转混沌嘲讽 赶紧交闪线 回头想擀一套 但侧边又逼出 奎的一个闪 远从最后一枪 没提到 芒生要进吗 进来 打一套伤害 加里奥 借助 卫爷 击飞 纳门也要死 这一波大获全胜 芒芒达斯节奏起飞 这波上半区 主要是卢西安也没来 该往那边去靠 如果你 我觉得是坚信一种想法 就是如果你要打 人是一定都要靠的 如果你不来 但干脆就放了 是的 因为有些时候 真的是当断不断 毕首期的 是的 这波犹犹豫之间 其实反倒吃亏了 你这个时间段 说了加里奥有大招 你第一时间 想要去打团 你首先要骗一个 加里奥大招才可以 虽然这波落没大 但是纳梅 本来就是一个五级 他也没大招 所以等同意 还是一个 平线状态 但是回过头来 下午旋风打得有点慢 挂个点燃 谁穿在这边想操作 还是被击杀 风水轮流转 这下午旋风又守下来了 感觉第一时间 直接打下午旋风 会有好一点 兄弟们怕亏线 确实带人打太慢了 那相当于是付出了两颗人头的代价 拿到一个下午旋风 但是这波落开扫描过来的 哎 没看到没看到死了呀 漂亮这个后撤步 好青岗也没大招 嗯 这波是没有支援的 只是想把兵线卡回来 一个后撤步 呃 强运 落有大 但是这波青岗也没大 青岗也没大 我觉得不好杀呀 因为就感觉 难啊 那动作就 等啥 等这个格温往前一样 一来啊 这个牵强了 但有TP啊 格温这波要是不死的话 这边就炸了 中间人头拿到了 海超控住洛 洛也要是 还交快表 这边交 听声 交TP 两拖时间 炸来 直接被水盒炮起来 炸锅了呀 都全死光光 说实话 这波是不是真的天强了 帮他这波在干嘛 葫芦娃救爷爷 青岗也没大招 然后 而且 就你这波青岗也没大 你要的先军卡 一定是格温一场 格温没一场来 然后 你强行上了 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位置不可能能有的 没道理 你知道 他只有交完一 你能杀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情况 你直接交大 然后但你没大 你没大的情况下 只有一种情况能杀 是他往前翼 而绝对不是 你去塔下开的 这葫芦娃救爷爷爷 就没道理 他不交这个技能 你是不可能上的 这波就运来 塔下我运要杀 伤害差一丝 把点燃也杀不掉 攻击人头 你给 就这波哪怕 就这个位置 佛爷爷哥第一时间没来 你都杀不了 你塔下一定先被杀了 冰钢引 倒了之后 神医往后走 但是 这精神教的 就想托队友来 但我只能说没道理 对 但队友这波其实也不应该来 因为你不成功了 这波死一个 就算了 兄弟们 一个一个来 确实真的没道理 我真的这么说 那这样打的把你前击所有的优势全送回去 是的 现在这格温不要乱解释的 其他人 你看 但对方有神分了 还是要小心点 看这个终结人头一拿 局势一下子反转了 有神分主要是这格温现在 护甲级 然后回去以后 自己神话的一出 下路要遭峡谷 让我们先再吃肥一点 啊 那个下午先锋一撞 这个坛应该是 撞不太掉了 哎 水泡泡到 打一套 好 回头这句话在定住 等下播线里 秦康颖跟家聊都在想着往下靠吗 秦康颖是位置 要运开 很远啊 而且主要 老干爹只想要你这个塔 我不想杀人 所以只要不先手开的话 家里要是没机会飞的 不会忙这么上 但这波格温有提批的 嗯 格温早就叙事待发了 对格温是领先提批的 这波如果硬要去接把的话 秦康颖来不了 但格温能来 格温在捡蛤蟆 格温捡完这个蛤蟆 呼吸就能来 要接吗 看一下 秦康颖在靠了 格温能踢过来 这波要牵扯久一点的话 格温有严肃 但是对方选择放 嗯 格温只是选择打 比如再打 就万一这波再打出了 可能有机会 那呃 呃 对方还是 现在那么有下的 寒风机里已经有了 格温前中期针对的很不错 但是这一波全部还回去了 只要说一波玩脱了 嗯 要感觉帮他打的好急啊 就知道要搞上路 就有点不讲道理 你知道吗 有点硬来了 小老虎这个点也不断了 然后双方神话周围一出 其实小老虎不一定打 对对你有点不符合月塔攻势了 就你也不管对面有什么技能 我就觉得我能杀 你也不管对方队友人在哪 Y之王现在也有身份 我们说这个时间段 方法斯可能先发育一下 但是他们这个阵容啊 总感觉发育不一件好事 打到后期 这个格温一个感觉可以减三四个 因为这个阵容都挺怕他的 主要是你本来是这样的 清风也很肥的情况下 格温是一定不肥的 但你现在清风也发育 然后格温也变得很肥的 这个情况一下就不一样了 虽然说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机会 但是你前面很大的优势 到现在变成了被反追了 你再想打的话 就只有再找几个好机会 就像你开局那种情况了 这两波打完 现在老干爹不能着急啊 老干爹只能等 老干爹确实现在好不容易经济打回来了 还反超了 我就拖就完事了 卢西安那美打这个阵容打到后期 你说拖们也没问题 虽然手短点 但对方也要冲 卢西安只要操作得当 我是能够跟正常打猪猪的 嗯 放普拉斯不敢拖 放普拉斯还是要找 接下来每一波中的资源团还是要找 卢西安现在 一边的炮 一边一边 防波上来快失落 实际上起底逼个闪 防标都掉了 嗯 没有闪现 哇 这个时间点里面感觉是有点 实际景点上违非做的 高雄我不敢接啊 这要硬要接 但你不接不行啊 这阵容就是要接终于职员团呢 但这波荒荒子接有风险 因为这波打输了 后面 就真的挺难 搬的了 但这波打赢了 就是看投资了 下局 进来 哎 家里奥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位置 在后续 拿这个 下午先锋 打完之后要先留 闪现摸 队友 走 好像家里奥是把下午先位减 哦不是 外出王的 家里奥为什么能第一时间在人群当中啊 他应该是飞大招的那一个 两个西人吧 下午先锋还丢了 把中塔也要掉 清康也是个位置 还要再打 4打5 但没家里奥啊 神医出来硬开 要日杀一个 交金身 这波海超交金身之后 往后拉扯 直接交闪现出来了 同时小老虎要被捡死了 双双做个一换一 马上摸到后排 想作为一个支点 但是家里奥落地 格温被击飞 给一个泳装 家里奥这个位置还在打 格温在自己的自己弹头里面 完全不受控制 后续再往前挂个点燃 小琴也要死 我只能说他太能打了 这格温翻身做主人了呀 而且这一波上的好勉强啊 家里奥不在 觉得复活之后 出来第一时间给大招 但是 因为这是有十秒时间差的 你这个位置开完团之后 家里奥还有七秒复活 对 然后七秒复活 他第一次下来还有四秒 神医被扣牌 能回到原地 但问题是 青刚瘾 和芒搜 两个人进场 还是会被扣啊 两边其实打的是有点 一波一波上的 我说句实话 对方 有闪有惊慎的情况下 你这么开 不太准 你帮他这点着急了 从第一波上头开始 后面就开始乱起来了 是 就是确实你是要打团 但是你的团不能这么打 这么打就是越打越烈 越打越烈 还说这个就是得讲道理 嗯 就你的团战是得讲道理的 那鲁西安两战炮 这个 时间点 我说句实话 我们就把方普拉水给拿 呃在经济领先了5000 将近5000块 而且土门这个阵容打到后期厉害 因为这个阵容速度太多了 我看了 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 一个可以减两三个 小老虎被逮了 小老虎水炮没中 攻锁走 还行 这波水炮没压住 因为有水鱼鞋嘛 控制不是特别的滚了 对 这波水炮没了 这波水炮没了 稍微换点清晰 稍微换点清晰 等着四五千块 一起来定的 沙路这一边想推进 但是 等待回带来封锁 ad在赶 是否没有增益 有点推不了 来了 直接想推 下路二塔 这不是个机会吗 金华来给到 但是 我们立场一开 就能威胁到他的 直接撤走 要打小龙 啊是个小龙呀老干爹 风龙魂 风龙魂 对老干爹到说也还行 好像是个好消息 这个远古龙魂 早一点出来 芳菩拉斯还可以 依靠自己阵容的 强试区的末尾 再跟对方接一波团战 我这种好像没中 中的感觉 马上听上去 这位置 只要大美没闪 你二闪一号 确实能杀 但是杀完大美 还后续怎么办 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还是想打 芳菩拉斯觉得这个阵容 往后拖 不是点好消息 就趁对方 没什么保命装 的时候赶紧打 看这个赏金拿一拿 感觉还是有队翻的 也去再推 没机会啊 芳菩发育的很舒服 要开始了 现在开始就是 芳菩没限制 但芳菩猛发育 芳菩这把刷着刷着 一会儿土刀要超过 这个芳菩奥七八十刀了 下路搞核温 进来 下路之波犹豫了一下 回了一下头 里边面货 强行要杀 应该是有了 然后一个中间人头 这个中间人头 是芳僧的 而且正面要直接开大楼 大家打的速度怎么样 三个人 那没在赶 那没赶到正面战场 芳僧过来 主要是 感觉来不及 来不及 来不及 这个来不及了 一个格温换条大楼 也是 赚了呀 赚了呀 打掉了 云哲月 稳妥 开车走 说实话 对方有卢西安加 纳美加瑞斯 你这么去 花费四个人力 抓一个人 吃不吃 纳美直接大刀亲切 好 这波其实可以回 嗯 拿完大王buff 看老个店飞进节奏了 但老个店这样前 其实也 也就没有把技巧拉开的 他本来如果不拿大龙的话 其实慢慢 从五千块 要被追平到三千块了 那拿完大龙说 其实猛虑 应该自己尝试 对 运营上面其实还是有点差距 但问题是 说句实话 这大龙buff 你拿瑞兹可以无限担带 是吧 其实说到底就是方不达子上头 方不达子上头 方不达子上头 啥事没有 对 要时间不站在方不达子 我觉得 哪怕 这个打到很后期 首先这个阵容 还是随便打 输出点多 而 方不达子这边阵容输出点少 加疗也不肥 然后 情况一发育 现在比较一般了 现在这个局面上面就是 哎 又再刷葛温 但这波瑞兹有TP 要不要救 这波 对 对 只要没刷掉 对 这波老干爹 支援得很快 好 好 我要推上路这个一塔 其实方不达子不敢守的 想开吗 这波 现在已经进场 陪加疗大招 能不能先秒掉 但是 若是倒了 秒掉对方卢西安 但是格温一开始 一W在铁 往前 交个曲折月 这波好像是个追击战啊 闪现 这波 这个波 把盖利奥的技能 运用点无所 这波 两波都是突然加疗 然后陪加疗 然后吸完后 去留 发不怕不动人 这次先已经秒了 无先了 没用 这个输出点太多了 多了这个阵容 打到中后期 德温 瑞兹 后外之王 都能吸 打完 再拿两座防御塔的经济 直接选择回家 只不得了 因为小龙马上要抓走 其实沈亿在侧面 拆得很好了 也把这个卢西安给秒了 还几倍几次的人 可惜啊 这个持续阻碍能力 就这一套 就打一套爆发 如果这个时间段 双方是持平经济的 那是有机会打赢的 可惜 这把 我说这把 纳美这个团阵的站位 是真的得学一下的 是 就他这个才是经典的 就卢西安 纳美团阵该站的位置 对 卢西安可以死 纳美不能死 就是他那个是绝对安全的 而且软斧嘛 本来就是加奶 加buff 对 大放的好Q 上波就是也是 这就你中人去围绕楼仙的 然后纳美有权 然后反手加大招 对 然后又控了两个 多多时间 在进的装备也很差 这双C的装备不足以支撑方普拉打团啊 再拖一拖 再拖一拖时间吧 你点了个半血 但是这波 顺利潭轮先交了 我要去一下 这盲手抖下来了 但这条龙对于老师来说你是 魂类啊 这个龙其实方法子也不得不接 倒不是说给龙魂什么大的问题 就是你给龙魂 你知道对方不给你打再拖的话 你也打不过 你还是得打团 很难受 对你就必须打团 这波还得定到 哎这波是个机会 但是龙魂血了 先打人 我也是说残血了 放上去里洗一套 进场先踢掉浮学哥 正确是5打4 而且盖住了 能不能秒 这波拿掉 爱方纳美的人头 但是龙魂一个想减4个 哎呦一拉到好满 这波卢江大美能不能收割 但是这波直接走到小龙魂顶上 开取经折月 自己走掉了 打赢了 终于是帮扑拉子 通过一波团战 扳回了一些局面 比较可惜的是这波 就是没有大老了 对 打回来一些 这波小老虎很关键啊 小老虎 找到了残血浮学哥 一套只有鸟了 一脚 我今生都没开出来 请你讲如果他 他维持前面的那种优势 对 他这个擅长引号 战里面就是这种破坏 我这波开得好 先秒一个大招再盖一个 这样保证加凉大招 能够击败到更多的人 我找到了 把有毛线描画视野 对 而且盖住纳美了 这一波 如果把纳美击杀了 那人家 是不是有孤独环境了 我们走 我们走 其实感觉第一时间 第一次稍微 没有赶上去打 因为可能右侧 确实这个草里面 也没有太多的视频 当一波 所以库白之王加纳美直接被秒了 经济又再次被追平到了4000块左右 但是 还不足以把这个烈子打起来 结果还要再打 结果就看下波龙团了 下波龙团打得赢 就翻了 因为现在青康也又变得很肥了 他现在就是等于说 我中期那一段低迷戏已经过去了 因为本来经济已经被 差不多拉平了 然后现在这个青康又很肥的情况下 他对于后排的危险性 又提升了 这个 张赛斯程序启动 而且我觉得对于 这个 呃 方普拉斯来说吧 就是 接下来这个团战 因为上一波头 不是双C拿的 所以近一下破坏力还不是很强 说还是得青钢瓶跟家里奥开好 就是补伤害 嗯 这开好团就是有点 压力有点大 说话你青钢瓶就是把这个是一个核心 就青钢瓶团战发挥的好坏 然后这个英雄的装备优劣 是决定于整个方普拉斯战职的 赛波对方有保密装备了 其实没那么好杀了 三块 两块表一个精神 走出来 开卢西安 给大招 如果能不能秒 卢西安给塔下 直接秒掉 后续反打破坏之王下来 还是被一枪拒杀 拿到一个双杀 打大龙了 来了来了 这节奏就对味了 对于方普拉斯来说 老干爹这打波有些不小心 可是三个人还想操作吗 周温这波有期的 先减 要打 还是要打 三打五 怎么说 先拉扯一下 进来 走温开W 闪现拐 嘲讽 嘲讽到 秒掉 回头泳双 必须对方闪现 两个闪没了 打龙就有了 那 先说的话 干了 我方普拉斯 如果两国团战啊 抓到机会了 但是 我感觉还不好说 因为 左边这个阵容 如果抱起来 打团的话 还是有机会 主要是这波炉箭是没有 没有保命装备 第一次两个小老虎的选择 我今天准备不了 他今天进来 然后 就是开了之前的 打的速就是 从第一波 那个玉塔迅速开始 然后中间一路低迷 就没办法 然后清安装备没领先 他现在清安装备领先以后 就往里踢 然后他踢完之后 再来要给大招 要紧接 对 进眼中补补补上海 现在慢慢的 进的装备也带更新了 你左边这个阵容 就是他上眼很高 他各点都是上海点 但他最知名的就是没前排 对 这两波 这波 你先是没保命装 很关心 很难吧 那没对我快点 我都没过 因为他就说 我还是能够两斤 我要报线 北圈往前扛 然后北圈往前顶 然后清安引 这波 回的位置 交金身 但是给个救所 这些大招跑 还行 那不好像有个大招 而且流地两个人 轴门上去捡 捡了一个北圈半选 就等清刚引开 然后家寮给清亮一大招就行 他捧到这贴他 他捧着他 他捧着他 但是这波要开团 开到后排 但是家聊没了 这波团战还能打赢吗 小龙去到后排先杀了一个卢仙 后续家伟在捡 小老虎这边能不能走 勾锁出来 正面战场是一个三打三 这波 现在要先回家能踢出来 这个小龙还能打 回家踢就行了 小卢仙也没了 下车伤子都没了 孔松在找 回头自己推一套 打出个波甲 但是小老虎这边直接切后排 逼出对方一个精神 还挺痛快 面临着这个复拜之王 但是还是要死 这波又打赢了 三波团战 跟着新冠的节奏 整边打得很酷的 哎 这一波 剩下车伤子十秒复活 先先坤一路 感觉有机会 大龙buff的时间还剩一点点 打了复活时间差 然后你这波等于5打 也不能拖了 我觉得要拼一下一波的 能不能拖 方普拉斯 要强心一波 能不能把线给清掉 纳美直接给一个大招 如今加纳美这个组合 有没有高光 先踢到纳美 给一个救手 往后拉扯一下 小老虎 这个位置扛塔了 自己要被点掉 换掉一个纳美 拿到个终结人头 但是一座防御塔已经倒掉了 被盲松听到脸上 控到直接收掉 方普拉斯 最终还是通过 接连个三波团战 也是完成了一个翻盘 这把这水方法是 他那波自己不搞 早结束了